作曲 李宗盛 兩個有愛的人 把寂寞當作一種責任 一双冷漠的眼 藏不住滚烫的灵魂 我多想靠近你 把你的恐惧化作星星 不再计较这世界 公平不公平 像个小孩一样安静 我跟着你心疏爱的痕迹 每个生命该爱的忧虑 请让我抱紧你 举爱的彼岸 没有人全息 中毒或者感染 换了没有发生 白细胞总数也没有增多 所以应该不是感染 血检里面也写了 没有毒素和药物成分 所以也不是中毒 呼吸系统癌症 脂气管静检很干净 肺部也是 所以不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难道是溃疡或者消化道出血吗 上下消化道我都给它检查了 都没问题 那它卡的那些血 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心脏动力过高的话 也会有大量的血液涌入肺部 也会造成卡血 肺部很干净 因为流经的是正常管道 检查一下心脏吧 开阳 医生 她这是怎么了 您是 我是她女朋友 她这到底得了什么病 患者现在的症状是卡血 具体原因 我们要做进一步检查才知道 我就不该催着你去送钥匙 送患者来的对检查说 患者在卡血之前 因为天天加班 工作压力太大 在大街上当场就崩溃了 真是太可怜了 现在社会节奏太快了 好多人为了工作疲惫不堪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都属于压健康的状态 而且还有一些人 在自己包包的保养上 在自己车的保养上 在自己车的保养上 都很舍得花钱 在体检上却又不舍花一分钱 体检的确很重要 尽早发现能尽早治疗 高明的mRNA结果出来了吗 还没有 估计快了 但是怎么看他们脑转移 喂 白老师 高明的mRNA结果出来了 行 我知道了 结果出来了 脑转移 已经确诊了吗 可以确诊 God 从发现尾埃到现在 才一年多 怎么这么快啊 他才二十二岁 大学刚毕业 他还那么小 为什么会这样啊 医生 就没有一点点希望了吧 目前还是放射治疗 可以延缓一些时间 你再想想办法吧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 已经脑转移了 没有办法了 我转移了 没有命 没有命 为什么这样 妈妈 我是不是没法处愿了 妈 妈 又要让你们难过了 医生 快救救他 他不能呼吸了 肺部受压 插管 他胸腔有肌液 穿刺显示蛋白偏低 肝硬化或者心理衰竭 肝没正常 心脏也没什么问题 胸腔肌液中含微量血迹 胆红素升高以非结合为主 肌肝呈进行性上升 是不追 考虑溶血性尿毒症综合症 有可能 联系给患者做CLRT 好的 这人啊 累了就要学会放假 始终纠结于过去的事情 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得向前看吧 肖医生 白医生 有车祸患者 三分钟内送到医院 知道了 肖医生 听说你刚抢这两个车祸窒息的 也不辛苦 这会儿有空你赶紧歇会儿吧 护士长 等会儿你有空的时候 麻烦帮我拿一下 二床的病例呗 好 赶紧睡 ่ wsz 乎 赵医生 今天怎么样 得碍疼吗 有点 那要不然给你这家吸血止痛药吧 不用了 这点疼我还是可以忍的 你在画我吗呀 我画得不好 让你见笑 没有 我觉得你画得很好 这个是我吗 这个肯定是白医生 已经被挤到画面边缘了 还一脸严肃 这徐然吧 我这颜值什么瘦跟他一样 我有他那么丑呢 白医生 我水瓶不行 以后给你画帅点 我看你一样 我在家中打扫卫生 整理书架 偷闲坐在地上 四面地毯上 三放的都是书 希望你与布莱恩 在伦敦玩得愉快 他在电话上对我说 如果你有路费的话 是否想和我们同去 我几乎哭了 有什么问题 随时找我 好 我知道了 我梦到那这次数太多了 记得许久的时候 有个人跟我说 那些去过英国的人 都能在那儿 找到他最想要的东西 看什么呢 我告诉他 这换了什么情况 我想去英国 车祸 下半身瘫痪 神迹伤得挺严重的 恢复起来比较困难 他们就在那儿 他还那么年轻啊 谁说不是呢 医药创命令 俩人约会路上 一货车从鞋坡上滑下来 女儿看见小朋友在玩耍 就一把把小朋友拽走了 结果男朋友未来得就躲开 为什么有善心的人 都那么不容易呢 平平安过半 这一生就这么难吗 这就现实啊 如果你不是医生 你可以这么想 但别忘了 以前就是医生 这医院里 尤其是咱们医生 那些首席总是痛大于血 学着去接受吧 何止是悲欢离合 还有更多残忍的事情 比如最好不要去考验人性 结果有时会比你想象得 更壮烈和更绝望 许先生 您这说得也太恐怖了吧 残忍和绝望是有很多 但也有温暖而美好的情感 这不像你白竹会说的话 事出反常必有妖 是因为萧阳上吗 我看像 陆主任 这是什么呀 这是蒋老师之前 让我交给你的 我还没 骨子上 他就去世了 前两天我收拾东西 才在衣服口袋里找到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您瞒着护士上 给我钱的事 蒋老师知道了 所以我 没事 这个钱你拿着吧 元杰 把分诊记录给我一下 要不在那儿 蒋老师说了 不一定要把钱帮你 所以我看不见了 谢谢 老师 应该你别收起来 谢谢 谢谢 我去走了啊 我去走了啊 老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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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吗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那段时间 陆主任每个月 都会私下里 给我三千五百块钱 算是替你补足我的工资 还不让我告诉你 就这么回事 那护士长 没事我就先走了 好 好 护士长 我想多一句嘴 陆主任对你真的是 没得说 再见 护士长 我正好准备一会儿过去找你呢 对了 对了 那个十七号家属 来了没有啊 我已经打电话催过了 催一想啊 因为患者后续的治疗 还需要家属签字的 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老潘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老潘把 老潘把 我 我当时 我当时就是想帮帮你 我 这个老潘 这 谢谢你 你们吃点了 你们吃点了 怎么了 今天我生日 我现在画得换 更新夏威处 只能画一会儿啊 我感觉好一点吧 你看 舍得不得了 要不然明天再画吧 我感觉 画不了多久了 现在多画一笔 都是舍质 让我再画一会儿了吧 好 行了 今天就别画了 快休息了 沈沈 我 我想带她一件事 这是去年生日时 爸妈买个我的手表 我朋友喜欢这颗表 昨晚上把钱打给我 你能帮我把这颗表 博装一下 快点出去吗 可这是你爸妈送你的 你舍着 明天 明天 是我爸妈的今晚纪念日 我想要这颗表 上来的钱 给她们第一最好的 情侣餐厅 这些年 她们为了给我治病 放弃了工作 放弃了正常的生活 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我希望 哪怕只有一顿饭的时间 她们能够不再是只为我而活 我帮你 我帮你 你好好休息 嗯 你开心 孩子几天生日 来医生 今天是高宁生日 我给他下了点面条 他最爱吃我做的面条了 好 这些天 你们多陪陪她吧 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医生 听说隔壁床住着个漫画家 其实啊 我以前也爱画画 总喜欢跑到郊外 画那些山山水水的 不过后来毕了夜 就没怎么画了 那后来为什么不画了 搬了几次家 画笔什么的都找不到了 平时工作那么忙 也没时间 也没那个心情了 其实我觉得呀 有爱好是个好事 你应该重新捡起来 自己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呢 就画一画 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别逼得自己那么紧 压力大了就会生病 钱没了可以再赚 健康没了 可真就什么都没了 是啊 医生 我们以前同事啊 我还开玩笑说 工作九九六 生病ICU 没想到这回我真进ICU了 其实谁想老加班 谁想那么累啊 还不对生活所迫 你说我一个外地人漂在这儿 找了女朋友 想着跟人家结婚 总得有个车有个房吧 总不能让老婆孩子 跟着我租房住 搞不好 还得被房东赶来赶去的 其实我们这儿啊 有很多因为焦虑 而住进ICU的年轻人 很多病症呢 都在年轻化 好多患者比你还年轻 病都比你还重了 要我们说呢 车子房子这些啊 其实都不重要 活着 陪在爱的人身边 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正好你这次生病了 也算是给你一个警示 利用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好好想想未来的规划 是啊 工作太累就请假呗 要是实在不行 就换个工作 换个轻松点的 心情好最重要 上班还不是为了 更好的生活吗 发泄完了擦干眼泪 好好地去生活 只要健康还在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 其实我跟我女朋友 商量好了 等我出了院 我们就回老家 活着 陪在爱的人身边 才是最大的幸福 你看 真的 不行吗 我enen evolving 他 comming 当时你心里你 你还是会哪里 verdade 结果是不好的 但我还是会 不顾一切的偏意吧 那现在不是了 我还是相信有奇迹 但 也愿意面对现实了 你什么时候来了 萧嫣的功劳 虽然结果会很糟糕 但只要有希望 这一切就有意义 走了 从形态上来看 我们眼前的世界 往往只有当下 这薄薄的一层 而查令十字街 通过书籍所揭示的 世界图像 却是无尽的时间层次 叠合而成的 包括我们因诗意 而遗失的 乃至于根本不知 有过的无尽过去 以及我们无力 也无一瞻忘的无尽未来 有破坏 长导真 自然之外 你的 Farm 要得要善 你还把有墙的 墙并 你用症有了 你把描在月子里 给你改了 你 participated 我任何人 我乱地 到底是什么 爸爸妈妈呀 今天吃得特别的开心 你看呀 这个 你们热泉都吃完了 你们爱吃就好 我听的时候 还担心你不喜欢呢 你爸爸呀 爱吃得不得了 你看这些菜呀 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的 你们父子两个 都一样 喜欢吃的菜呀 筷子就放不下 菜好吃啊 说明咱明明选的餐厅啊 特别地到位 特别地好 明明 爸爸在想 等明年 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纪念日啊 我们一家三口 还来这家餐厅 怎么样 好 爸爱吃 爸肯定也爱吃 谢谢你啊 明明 这是我和你爸 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结婚纪念日 爸 妈 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每一天 都能这么开心 明明啊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啊 爸爸和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了 爸 妈 妈 坐这儿 一会儿见 你好 刚才盛出来的菜已经为您打包好了 谢谢 你看孩子都挺开心的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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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晨 高明更新微博了 他给我们科室画了一张卡通话 你看徐老师 我看看 我看了 乡 你先赶花了一张特别 甚深奔 他也会有点 他就怎么回来 他就帅气好 你怎么看到你 你怎么看 老师 现在在这儿 身长得帅是怎么画得好看 这还有一句话 谢谢你们的照顾 有你们真好 这小子还挺会煽情 高明不行了 高明不行了 什么情况 心里衰竭 查管 行别不做 医生 查管啊 不要救了 为什么呀 家属已经签署了 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还有希望呢 还有希望啊 让他走吧 他我想抢救了 所以放弃治疗 他想把自己的气管捐出去 把生的希望 留给更需要的人 住客 苗苗 苗苗 患者高明死亡之间 减稽 二十一点五十 拉个心点头 不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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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明明 明明 清音节 麻烦你不害你啊 明明 清音节 明明 亲爱的你们 我走了 我会把出版的稿费 全部捐出来 把钱和生的希望 留给别人 我离去如秋叶之精美 希望你们 生如下话之绚烂 清说你找我 萧医生 给我个邮箱呗 送你个礼物 什么礼物 神神秘秘的 来吧 我来吧 在这期的 在这期的 我去 老亲 在这期的 呢 还 评论 这期的 小医生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一定要珍惜 倩倩 倩倩 我们要出去跑步了 我知道了 倩倩 你快点呀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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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醒了 吓死妈妈了 我这是在哪儿 这里是铜山医院 我是萧医生 我怎么了 你刚才晕倒了 是因为服用了减肥药吗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患者是因为服用了 成分不明的减肥药 引发了心脏病 我和我老公啊 一直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减肥药 吃多了不好 可是倩倩她坚持要吃 女孩子嘛 总是暧昧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患者她父亲身高和体重是多少 我老公一米八三 体重的话好像是一百六十斤 那在周年发福男人中 也不算胖的呀 那您和您爱人的家里面 有没有诽谤人士呢 我和我老公家里身材都是正常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我女儿 就这个样子 刚开始吧 以为她得了什么病 我们这些年也去了很多医院 看了医生都查不出什么情况 无非就是让她注意饮食 加强锻炼 有效果吗 没有效果 她几乎杜绝了所有的肉类和淀粉 暑假的时候 吃了一个星期的苹果 一斤都没瘦下来 我们只要是在外面 听到什么有效的法子啊 都会去尝试 完全没有用 小医生 我们家倩倩啊 比较自卑和敏感 希望你们能多照顾她的情绪 跟她说话的时候 尽量不要提及体重 这一块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多注意的 谢谢了 小医生 谢谢 患者肯定不是简单的生理性肥胖 应该是病理性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让她上场称一下体重吧 确切地体重是一切治疗的基础 可是患者家属不说了吗 她的体重很敏感 敏感也得称啊 不然怎么给她治啊 我们现在要帮你称一下体重 我不要 你妈妈已经同意了 同意什么 同意我做检查吗 检查我到底是不是个胖子 别白费力气了 这几年我都做了多少检查了 结果都是一个样 我这辈子是要胖死的 我就是个死胖子 我说过你们所有人 嫌弃的眼光看着我 好像我不是一个人 是一头会行走的肉 没错 我是胖 又矮 又胖 又丑 那又怎么样呢 你们这些正常人 永远都不会体会我 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感受 其实我能体会你的感受 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吧 我呢 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 别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他们叫我癞蛤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啊 整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 我到现在还有痘印呢 你看 这边是不是很明显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脸上还有脖子这边 都长满了青春痘 我就疯狂地希望这些痘可以消失 就用手一直抓它 抓得满脸都是邪 幸亏我妈妈发现了 她本来觉得说 青春期脸上长些痘没什么 我只要过了激素分泌不稳定期 就好了 但她没想到我会这么敏感 这么自我厌恶 所以那段时间 她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 还有美容院 我们花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痘痘好 我爸妈也带我去了 很多家医院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爱啊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是那些高昂的治疗费 起了作用 还是只是我的青春期过了 但我那两年 真的很难熬 可能跟你现在是一样的吧 好巧啊 我也是 小时候我特别矮 我哥只比我大两岁 但是足足高过我一头 他是校篮球队主力 可我连篮球队都进不去 我先让你拼头 随便 我都得来 了 我真的太短了 好巧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得配合一下 我没编故事 我以前真的满脸逗了 虽然现在看不出来 但我小的时候 的确也是个小孩子 你刚才注意到了吧 那个患者 他好像腿上有伤 走路的时候有点一缺一管的 谢谢提醒 疼吗 疼吗 有点 这呢 也有点 医生 你说抽脂危险吗 任何的手术都有风险 我以前有想过抽脂减肥 如果你是生理性的肥胖 而不是病理性的 我觉得抽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要反对 你已经成年了 你的身体你可以自己做主 对 当然我不是在怂恿你 至于到底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 要等检查结果出来才能决定 但我要提醒你 整容都是有风险的 需要谨慎考虑 萧医生 谢谢你 你跟我见过你的医生都不一样 医生都是为了病人好 下午你还要去拍一个X光 唐医生会带你去 阿姨 您哪儿不舒服呀 感冒 感冒了 医生给您开的药啊 有句话您听说过没有 感冒发生了 吃药七点好 不吃药一周好 听说过没有 好像听说过好 听说过吧 这百分之八十五的药物 根本就是无效的 对于病人最好的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减少医疗干预 其实感冒发烧啊是好事 是人的身体在正常的排毒 不能吃药 吃药反而对身体不好 怎么才能对身体好呢 补充营养那才是关键 您看啊 这个是我们公司 根据国际上最前科的 是多么的 这就是不够的 我给你吃药 小吃药 你刚才觉得 有点好 我可以说 这就是不够的 你啊 如果它 人就能做好 得到太多了 你再次用来 咱们 咱们 吧 咱们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这不是害人吗 谢谢娘 医生 没事 萧医生 萧医生 来这边坐呗 萧医生 萧医生 你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满点豆子啊 后来怎么好得太生气了 萧医生 在心里练几遍 省略了磕头的寒暄 拥抱围抱了想念 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 浮出最沉的一次爱 自己画的句点 自己画原 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 所有美好 留给你慢慢欣赏 好人别哭 这一生没辜负 这一生没辜负 现在我懂 受苦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 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 所有美好 留给你慢慢欣赏 好人别哭 这一生没辜负 现在我懂 受苦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